消防人員不隨限灌救 只見現場小貨車和運籌車 已經陷入火海現場傳出 陣陣農煙 人沒有大礙 但運籌車裡滿滿的紙鈔岌可危 警方在物館消防緊急滅火 要搶究近三千萬的紙鈔 13號下午1點多 新北市林口區一輛運籌車開在路上 遭後方小貨車直接追撞 不到20秒時間 運籌車瞬間起火燃燒 所幸運籌車駕駛 接兩名保全趕緊跳車逃離 多處查錯傷及灼傷 送醫後沒有大礙 小貨車駕駛則受到輕微擦傷 有兩名保全能源 因為逃生的時候不剩燒烫傷 由我們的救護車 馬上送往林口長跟醫院 運籌車被撞起火 警銷護潮救援 或是沒有收到鈔票 近三千萬現金 最後由保全公司到場清點代理 而警方也將持續離清車禍 重視原因 至少其他國家 參與新移民 提供設備 額安 因此,我們會 NSV 市場 自然 提供